跟全红禅同台比赛太惨了 张家琪实力被低估 陈玉希直言压力太大 大家好 这里是正说体育 说起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相信大家都认识了跳水小将全红禅 全红禅一战成名 三个满分成功夺冠 成为全国人民的骄傲 而在他夺冠后 全红禅在接受采访时 我们知道了他的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 而他更是从小就没有去过游乐园动物园 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放假只能回家回家 又没去别的地方玩 就只能在家里 没钱 我连游乐园也没去过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 我就想去哪里 我就想去玩游戏 玩游戏 抓娃娃 在娃娃 去游乐园 没有 而在全红禅结束东京奥运会 回国后 他更是连家都没有回 在隔离期结束后 马不停蹄地奔赴训练场 只为在全运会中有一个好的表现 而全红禅也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再次蝉联冠军 在全运会中再次拿下金牌 更是为广东队拿下了20年以来的第一次冠军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全红禅在第二跳中 完美的表现让四位裁判给出满分成绩 也是难度系数3.2的407C 一边在录像 一边在摇头 叹夫 就是一种 94.4 我的天 在最后一跳中 再次赢得两位裁判的满分 小红禅就像一片树叶掉进了太轻巧了 全红禅如此优秀 那么跟他同台比赛是什么感受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全红禅虽然在全运会中夺冠 但是他却在第三跳207C中发挥失误 被张家琪反超 而反观张家琪 在第三跳中 同样的动作 张家琪发挥十分完美 简直就像一根针插入水中 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而他的这一跳 完全不输全红禅的满分三跳 但是就是这么优秀的一次跳水 裁判最高分 却只得到了9.5分 真的是实力被低估 9.5 9分 9.5 9.5 9分 9.5 9.5 10分 94.05分 而陈玉希更是在赛后采访时 直言压力太大 第一场比赛 然后状态整个调整的还是稍微欠一点 然后也没有调整的比较好一点 其实像美奥运会 就是可能做全红禅会的进入会更大一点 那在这些全红禅会上 你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些目标 首先 我上海的团体能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 然后在我自己单向上面 双人上和张家琪配对 然后也希望能取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 单人就尽力去拼就好 等一下 等一下 determined